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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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年友请合奖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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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千萬劫難遭遇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授慈 我盡見聞得授慈 願解彌陀真實義 願解彌陀真實義 管治方丈各位法師慈悲 各位年友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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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放獎 這一節我們依然延續上一節 觀經下品下新之心意的內容 請大家看港稿 第十點 顯第十八願之若不生者不取正覺之正覺 能夠逆棒展題之眾生 所謂正覺就是成佛 阿彌陀佛成了正覺 是成了怎樣的一尊佛呢 阿彌陀佛為了講究十方眾生往生極樂 並使往生到極樂世界的任何眾生都能夠快速成佛 而以五劫時間細細思維 最後規劃了四十八大願的南無阿彌陀 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的四十八大願 又經過了不可思義兆載永劫 即即即菩薩無量得行 即即菩薩無量得行 最後完成了四十八大願 在無量壽經是這樣說的 阿彌陀佛五劫的思維 超法無上殊勝之願 具足五劫思維攝取 莊嚴佛覺清淨之行 於不可思義兆載永劫 即即菩薩無量得行 這是在無量壽經所介紹的 阿彌陀佛五劫的思維 兆劫之苦行的經文 四十八大願的完成 完成了三個實體 一佛身 二度生 三靜土 一佛身 完成了十方諸佛當中 堪稱為佛王的佛 亦是阿彌陀佛 是諸佛中之王 釋迦瑪麗佛在大經之中 心為讚嘆地說 無量壽佛 威神光明 最尊第一 諸佛光明 所不能及 又在大阿彌陀經中 極其崇仰地說 阿彌陀佛光明 最尊第一 無比 諸佛光明 皆所不及也 又說 阿彌陀佛 諸佛中之王也 光明 中之極尊也 由這短短的三段經中的經文 徹底顯露出 阿彌陀佛這一尊佛 祂的慈悲 祂的智慧 祂的願力 祂的神通 在諸佛當中 都是最尊的 都是第一的 都是無比的 因此 能夠救到任何聖范 善惡的眾生 二 度生 阿彌陀佛的成佛 完成了能夠救十方眾生的力量 要救到十方眾生 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為聖人不需要救度 必須救度的是善惡凡夫 凡夫在六道之中 來來去去 循環往復這樣輪迴 無窮無盡 即使是因為善業廣大 禪定攻心 而上生天界 但是 天壽一盡 依然下墮 如 釋迦牟尼佛在《列盆經》就這樣說 衰復得受凡天之身 乃至飛上飛飛上天 命中還墮三惡道中 意思就是說 你蟬定功夫很高 出生在最高界的 飛上飛飛上天 但是 壽命一道的話 仍是一樣 會隨著過去世的業 該墮三惡道的 就要墮三惡道 三惡道就是地獄惡鬼畜生 海見天是不究竟的 地獄經也說 天人受天福盡 由五須尚言 說有墮於惡道之者 正法廉柱經也說 無恥生死中 欲望福世界 從天生地獄 從地獄生天 這段經文意思是說 我們從無恥劫以來 在生死論迴當中 生了又死死了又生 所做的善業、惡業 可以說是無量無邊 遍滿了整個虛空世界 因此 即使是出生在天上 天壽已盡 有可能你過去世 墮入地獄的業現前 結果天壽已盡就墮落地獄了 所以說從天生地獄 從地獄生天 那如果是一旦墮落 阿秘地獄的話 就恐怕不是千佛所能救渡的 這樣千佛不能夠救渡的極惡眾生 阿彌陀佛能夠救渡嗎 雖然阿彌陀佛在因地 法院的時候曾經說 不誓得佛 好恨此願 一切恐懼為作大安 令我於誓促盛正過 拔諸生死 勤苦之本 拔人勤苦生死根本 適令如佛 輪迴諸趣眾生類 畜生我賊受我樂 常運慈心拔有情 道盡阿彌虎眾生 三學道中 地獄我鬼畜生 皆生我賊受我法化 不久適性佛 但是那些是因地的時候所說的 成了佛之後 是否對現呢 是否有經典的理政和時政呢 這個如果以觀經 夏品夏生的經文 作為理政和時政 就是最權威的證明了 夏品夏生的眾生的被救 彰顯了阿彌陀佛所成的正覺 確實能夠救千佛所不能夠救的 逆磅展堤的 激惡 激苦的眾生 所以可以說夏品夏生的經文 不但在解說第十八願 亦都在為第十八願放肝 同時亦都是阿彌陀佛 在夏品夏生放肝 而且光芒萬丈 不止是光芒萬丈 根本是無法形容的 就如同《無量壽經》說 一月摩尼珠江艷耀 皆色隱蔽又如醉墨 又好像阿彌陀經說 《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 事故號為阿彌陀 好像這樣的光明有什麼目的呢 有什麼功能有什麼作用呢 《觀無量壽經》就有解釋了 《觀無量壽經》說 《光明騙照十方世界》 念佛眾生涉取不捨 這樣善道大師將《阿彌陀經》 和《觀經》這兩段文 綜合起來解釋說 《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 《為觀念佛眾生涉取不捨》 故名阿彌陀 又說 《但有諸念阿彌陀佛眾生》 《彼佛深光上照示人》 《攝護不捨》 《總不論照攝如襲業行者》 就好像善道大師所解釋的 阿彌陀佛這樣的光明 是為觀念佛眾生 為照念佛眾生 為攝念佛眾生 不攝非念佛眾生 因此知道 彌陀的光明 和念佛眾生 彌陀的光明是彼此一體的 相容相跡 不相捨離 各位年友 我們專稱彌陀佛明 阿彌陀佛有沒有聽到? 有 我們心中在想佛念佛 阿彌陀佛知不知道? 知道 我們一舉手一叩頭的拜佛 阿彌陀佛有沒有看到? 有 阿彌陀佛有沒有用光明 來照攝我們? 有 阿彌陀佛光明照攝我們 我們練佛的時候照攝 我們沒有練佛的時候有沒有照攝? 阿彌陀佛 好像就不太肯定了 照不照?照攝 所謂一直到臨終都不捨離 表示 日頭亦都照 晚上亦都照 念佛的時候亦都照 不念佛的時候亦都照 乃至你當下在煩惱的時候亦都照 現在光明照著我們 是保護著我們 同時亦都等待著我們 一直到臨終的時候 就顯現來接引我們到極樂世界 我們有些念佛人會懷疑 那臨終的時候如果昏迷 沒有在那裡念佛 或者是沒有昏迷 但是病痛是念不出佛來 難道亦都攝取嗎? 或者是遇到空爛 遇到車爛 遇到海爛 在這種橫逆之下往生 斷氣了 亦都能夠接引往生嗎? 百分之八接引往生的 我們只要負責 現在專稱 彌陀佛明 阿彌陀佛負責 我們臨終往生 極樂世界 我們往生 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負責 這樣專稱 彌陀佛明 我們負責 好像你只要老老實實這樣 安分手機這樣坐在飛機上面 你不用擔心說 這架飛機要怎樣飛行 要怎樣著陸 這個是駕駛飛機人的責任 你都不用擔心說 這個飛機會在空中爆炸 當然飛機有可能爆炸 阿彌陀佛運載我們都 極樂世界 這個六字萬得鴻鳴的飛機 是永遠不會爆炸的 接下來三靜土 阿彌陀佛的成佛 完成了極樂靜土 這個極樂靜土 是怎樣的靜土呢 釋迦牟尼佛 在《無量壽經》讚嘆地說 其佛各土清靜莊嚴 超越十方一切世界 意思就是說 此方有世界 他方有世界 十方都有世界都有淨土 但是唯有彌陀淨土 才是十方淨土當中 最為清淨莊嚴的 這是釋迦牟尼佛這段法語的解釋 任何眾生 上至等覺菩薩 下至阿彌眾生 一旦往生到這樣的淨土 都是阿彌佛智 都是一生寶處 如阿彌陀經說 極樂國土 眾生生者 皆是阿彌佛智其中 多有一生寶處 又如大經說 《超出常倫諸地之行》 《現前收集普宴之德》 又說 彼佛國土 清淨安穩 微妙快樂 此無為泥魂之道 其諸聲聞 菩薩天人 智慧高明 神通動達 涵同一類形無異狀 但因順如方 故有天人之命 顏貌端正 超世稀有 容色微妙非天非人 皆受自然虛無之身 無極之體 彼佛菩薩皆當究竟 一生寶處 隨其本願 為眾生故以弘誓功德 而自莊嚴 抱欲盜脫 一切眾生 上面這幾段法語 都在講明 極樂世界 是怎樣的超聖的一個世界 使人不理是聖人 或一凡夫一旦到了極樂世界 就立刻超越了十地 而到達等過一生寶處的福慧 接下來 請再看 《超越港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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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真意是怎样呢? 必须融会其他经文以及祖师的解释 否则这文解义不免三世佛冤 首先从观经下品下身的经文明白地显示 五亿绑法的阿比众生仰望弥陀的救度 符合阿弥陀佛道尽阿比众父众生的悲愿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样围随五亿诽谤正法的愿文 必定是另有所指的 而且含义恩重 否则这么重要的本愿文 不会有这八个字 如果合会祖师的解释 就明白围随五亿的经文 含义是好心的 阿弥陀佛的用心亲切致极 为随五亿有什么心意呢? 在这里举出四点稍作解释 一 历努劫周章无由可出 但如来恐其造师异个 方便指现不得往生 亦不是不涉也 有下品下生中 取五亿除绑法者其五亿已作 不可舍令流转 还发大悲涉取往生 而磅发之罪未为 又指现 若起磅发即不得生 此就未造业而解也 若造还涉得生 这一段法语是比较艰劫 不过 规纳起来有两个意思 一 未造益子 防造重罪故 之所以益子五亿 磅发 乃是因为这两种罪 是一切罪中最为严重的罪 众生如果造这种罪的话 就会借度阿鼻地狱 受无量的苦 多劫之间不能够出来 因此 阿弥陀佛为了防范众生 造下这两种罪 才方便一子 考验 讲话不得往生 这个是就未造益子来说的 二 以造涉取 大悲普救故 就阿弥陀佛的本意来说 是为了救度十方众生 不论有罪无罪都要救度 在这里所讲的 遗除五亿 匪绑正法 一方面是为了警戒它 二方面是为了使去回心 所以如果造下了这种重罪 阿弥陀佛也不忍心 看它继续流转 而给它回心念佛来救度它 就好像下品下身的根基 它已经造了五亿之罪 佛不忍看到它的流转 还给它回心念佛而涉取救度它 这个就是以造涉取的含义 第十八远所讲的 遗除五亿 诡绑正法 因为它是还没有犯 所以深深地警戒它而抑止 如果它已经造了 必定被它回心而来救度它 所以善道大师说 若造还涉得生 由善道大师的法语可以知道 第十八远所讲的遗除五亿 诡绑正法的遗除 是就以益子的角度来说的 益子的最终目的不在益子 而是为了涉取救度 所以益子本身 并不是永远这样益子 因此不论就涉取 也就是救度这边来说的 或者是就益子 也就是就警戒这边来说 都在于彰显阿弥陀佛救度 十方罪苦众生的大悲怨力 二 显众生根基 一子之文 也都在于彰显十方众生的属性 第十八远虽然说十方众生 但是有些人是不明白 他是凡夫还是圣人呢 是善人还是恶人呢 因为有遗除亦绑 这句法语 所以才知道是十方众生之中 是以凡夫为本的 这个是性凡相对 凡夫做罪需要被救 圣人不做罪又不需要被救 所以善道大师 观经朔 愿意愤 定为凡夫不为圣人 亦都就是说 他肯定是为了凡夫 不是为了圣人 这样凡夫之中 有大 小 善恶多种 以我认为先 这些是善恶相对 因为善人还有得度的机缘 唯有极恶无他方便 如果不蒙救度 就当下堕入阿鼻地狱 善道大师 观经朔 愿意愤就说 诸佛大悲于苦者 心偏敏念常没众生 是以劝归正土 亦如溺水之人 急需偏救 岸上之者 何用济为 所以我就写下了这几段法语 大家请听了 可知十方众生 凡夫为本 恶人为先 人皆凡夫 被业所献 难免做恶 为恶而苦 若见此闻 遇倒故亲 配角亲切 感动提令 欲火可出 圣佛可期 逆知诸佛之中 唯有弥陀大慈大悲 拔苦与乐 救度恶机 如我如恶 若无本愿 何法可收 必度无间 求出何期 这一段话 虽然比较文言敏一些 不过很容易了解 一看就明白 三 显无一遗留 也就是举下摄上 举恶摄善 十方众生 无一遗留 不论何人皆得黄生 以此啟发众生信心 可以知道 一指门 会放在第十八愿 意义为了显明 佛敏恶机的大悲 也就是显明 阿弥陀佛悲闻 罪恶众生这一种大慈悲心 同时也都显示 本愿所要救度的 普遍性和决定性 是无一遗留 无一不生 同时也都以这个来启发一切人 决定往生的信心 善道大师有几段法语 都在那里显明 阿弥陀佛的悲心 是彻底到 五亿磅发的众生 能够救到五亿磅发 展示的众生 这几段法语这么说的 善道大师法事赞 亦绑往生之文 以佛愿力 五亿十恶 罪灭得生 磅发展提 回心皆往 善道大师播周赞 李健名号之计 李健即是弥陀号 一声清念罪皆随 磅发展提 行十恶 回心念佛 罪皆随 善道大师观念法门 造罪回心之文 一切造罪凡夫 但回心念阿弥陀佛 愿生静土 尚尽八年 夏至七日 一日 十声 三声 一声等 命欲忠时 佛与圣众 至来迎接 即得往生 善道大师 下至十声 观经朔 乃至一声 一念等 必得往生 以上这几段 善道大师的法语 都在显示 为除五逆 匪绑正法的愿文 其一道 彰显弥陀 悲怨彻底无遗 任何众生 都要救到 无一为漏 乃至逆绑展题 亦都不例外 四 显戒恶劝善 诸佛出现 在这个世间 都是在这里 劝导众生 要诸恶莫作 终善奉行 当然阿弥陀佛的本愿 亦都是这样 因此本愿讲 为除逆绑 这样无量寿经下卷 更扩充这个 为除逆绑的含义 而讲说 五善五恶的 这个劝戒 可以知道 阿弥陀佛深深地 希望念佛的人 能够 敦伦尽份 闲邪全盛 诸恶莫作 终善奉行 奉公守法 为世良民 譬如 益子 杀父杀母 就是在这里 劝勉 孝顺 而孝为 百行之机 百般的伦理 一切的善行 都是由孝而生起的 所谓的 行善不喜欢人家行恶 虽然阿弥陀佛 善也都救度 恶也都救度 但是看到善人 则欢喜 看到恶人 就会悲痛 因此我们应该成为一个善人 而一生念佛 对不对 对 不可以误会说 我有阿弥陀佛做靠山 因此可以为非作大 可以 这个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可以这样吗 不可以的 反而要去体会 弥陀的悲心 而去行善积德 做一个世间的善人 好人 三日行为端端正正 来无形中感化周遭的人 和我们一样的念佛往生 法言上人 亦到一段法语就说 信罪须十恶 五亿亦得往生 而不犯小罪 罪人尚生何况善人 信行须一念 十念尚且不空 而应无间修 一念尚生何况多念 所以这段法语 亦都在显示 我们念佛的人 即使是小小的罪 亦都不要去犯了 固然我们犯罪念佛 亦都能够往生 阿弥陀佛亦都同样的悲闻 但是我们要体会佛心 是要我们行善来念佛 不是要我们行恶来念佛 那当然并不是说 你念佛如果不兼行善 那就不能够往生 不是这样的 往生的正恩始终都是清明念佛 清明念佛 是不需要其他的帮助的 更不需要其他的插手 只是体会佛心 我们应该随缘随份随力 去行好事 说好话 接下来请看广告第十二点 显恶人念佛尚救 何方善人念佛 举恶涉善 下品下身的众生是一个恶人 而且是一个大逆不道 十恶不舍 最大恶极的恶人 他一生不但就没有行善积德 也都没有跪依 也都没有食素 大概连寺院都没有去拜过 他在临终的时候 地狱之火已经燃烧过来了 临络王所派的鬼族 也都要来锁拿去了 但是就在他念念佛当中 地狱之火化为金莲花 这个人立刻脱离了地狱的果报 并且往生正土 将来必定成佛 下品下身的经文 透露出阿弥陀佛无限的慈悲 绝对的大爱 彻底的救度 好像这样的恶人 阿弥陀佛都会救他了 何况其他众生 何况我们在座各位呢 一生恒善积德 奉公守法为世良民 虽然有烦恼罪业 但还不至于十恶 五亿磅法 具处不善 下品下生都能够往生了 我们怎么不能够往生呢 这个叫举恶涉善 涉是包含之意 举出一个极恶的人 亦能够往生的例子 来包含善人 乃至所有众生之类 无不在救度之列 因此善道大师说 一切罪恶凡夫 相蒙罪灭 正涉得生 何方圣人怨生 而不得去也 又说 仁天善恶皆得往生 到彼无树 齐痛不退 又说 他方凡胜 成怨往来 到彼无树 齐痛不退 所以这一段经文 给我们的启发 非常的彻底 可以说是 给我们大安心 大满足 给所有收入人 最后的希望 同样的这样的意思 并不是暗示我们可以做恶 为什么呢 佛教的根本精神 刚刚说的是 诸我莫作众善奉行 自正其意 佛看到行善积德的人 就加以赞美赞叹 看到为非作大的人 都会加以规劝 劝道 之所以连恶人也都要救 并不是因为他做恶才救他 而是因为悲闻才救他 因为 佛是冤亲平等 自他一体的 所谓无我见无人见 无众生见无仇者见 是无我上人上 众生上仇者上 佛对众生都是无我的 他只是一心要救度对方 并没有去分别 他是圣人或者是凡夫 是善人或者是罪人 是出家众 还是在家众 是男众还是女众 是年轻还是年老 对佛来说 他是没有这些分别心的 就好像一个万灵先丹 不理是出家人在家人 会修行不会修行 心清静不清静 不理谁吃了下去 这一粒药自自然然 就会在身上散发出药效 任何疑难习症都会弱到病除 不理是懂得药效才吃这粒药 或者是不懂得药效而吃这粒药 甚至是被人强迫地吃下这粒药 通用到会天性自然地 任运自然地在他身上产生了药效 阿弥陀佛的救度 是天性自然的 是没有分别心的 如同这粒药一样 你只要吃下去 不理是谁都能够平等地 在每个人身上产生功效的 当然 世间亦都有所谓的灵药 但是却有可能 因为某个人业障特别深重 所以药吃下去就不太靓了 但是 阿弥陀佛的这粒 是阿奇陀药 是慢病种子 是无有障碍的 没有说吃下去不靓的 连下品下身的根基 都能够很明显地产生效果 何况是其他人呢 以此就可以知道 我们只要真的愿生弥陀淨土 专称弥陀佛命 都是极乐世界的圣众之一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念佛不能够往生 这是等于认为 阿弥陀佛还未成佛 等于我们还在怀疑阿弥陀佛 怎样怀疑呢 哎呀我在这里念 不知道能不能够往生呢 我烦恼重 我业障深 我妄想集念特别多 这样念佛 不知道能不能够往生呢 不念佛更好 一念起佛来呢 东上西上 好像这样能够往生吗 又没有功夫成片 梦未一遇 又没有获得清淨心 这样念佛可以往生吗 如果是这样想呢 就是误解了阿弥陀佛了 阿弥陀佛知道每一个人的根基 是各不一样的 出家还是专业的修行人 所以念佛的时间比较多 因为它是没有家类 没有后顾之忧 念起佛来或者是心比较清淨 这样在家中大多数 都是士隆工商 上有老下有少 如果遇到金融风暴 富宅累累 这样念起佛来 就难免三心两意东上西上的 这一切阿弥陀佛都知道的 阿弥陀佛就说了 你们就以各自的根基 尊称弥陀佛明 时间到了亦都是临命中的时候 我会率领观音细致 清淨海众 敲锣打鼓 浩浩荡荡地迎接你到极乐世界 时间如果还未到 我就会以光明来照耀你 保护你 跟随你 我就停在你的头顶上面 与你同在 这个就是阿弥陀佛了 知道吗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这样怎么算是阿弥陀佛呢 如果不能够给我们往生的话 他连成佛的资格都没有了 只能够有阿弥陀佛出现呢 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下品下身的经文 给我们满心安慰 感觉 幸运 幸福 能够遇到阿弥陀佛的救度 不可思议的万德鸿鸣 就像一个修行人 他在深山闭关修行 但是 越修就越苦劳 烦恼不但就是没有减少 反而一日一日地加深 这样便能够解脱生死轮回呢 最后他遇到了阿弥陀佛的救度 看到了下品下身的经文 知道自己往生有份解脱有望了 黑暗的深渊出现了一片光明 为什么呢 有希望了 有安慰了 他知道自己能够获救了 如果是没有阿弥陀佛的慈悲救度 他的后果会是怎样呢 苦苦怒怒而终的 然后还是继续轮回无尽 生生死死死死死生生 其实 我们都是烦恼强盛 业障深重的凡夫 阿勒耶诗当中 都陷藏有下品下生的种子 只是 还没有起现行 如果六道轮回都没有脱出的话 这样在生生世世 世世生生的无尽轮回当中 难免会有某一生某一世 下品下生的种子 起现行 而造出五亿十恶 甚至磅发展堤 因此轮回不出 难免堕落 危险之志 恐怖之击 所以要把握此生 脱出轮回 一念通三世 如果设想自己 就是下品下生的根基 就会彻底放下 通身 倒靠 是没有第二条路的 请问大家 下品下生的人 有没有第二条路 有 那如果是善人的话 他有没有第二条路呢 他恐怕会不以为有第二条路了 因为他认为 还不至于堕落地獄 他下一世 还可能会做人 还会生天 他会觉得 有没有往生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我是善人 下一世还能够做人或者生天 如果抱着这种观念 那就危险了 如果了解我们彼此 都是下品下生的罪人 惡人 这样就会欠秘 柔和 我哪有资格 跟别人不平不满 跟别人奸奸计较呢 他是下品下生的罪人 我也都是 因此就会互相同情 怜悯 就会彼此自立包容 请再看广告第十三点 显临终念佛尚救 何况平生念佛 举临终涉平生 这个下品下生的人 他是到临终的时候才念佛 他念了多少声佛呢 才念了十声而已 他都能够被救了 何况我们现在 平生就已经专称弥陀佛命 原生弥陀静土 而且永不改变 这样怎样可能不被救呢 譬如说 我们从南方 搭两点的火车 前往北京的 有一个人 是1点59分59秒了 才背着很重的包袱 急急忙忙的 赶到火车站 虽然最后一秒就跳上车了 但是右脚就被夹在门外面 这样他也能够到北京 对不对 只不过是很危险 而我们是游游闲闲闲地 提前就已经坐在火车上面了 这样更能够安全平稳地到达北京 是不是 所以在这里说 显临终念佛常旧 何况平生念佛 也就是举临终涉平生 有些缺乏教理基础的念佛人 虽然专收念佛 但是心中依然是坦剔不安的 忧虑现在身体健康 精神明利 如果到了临命中 病苦前身念不出佛 甚至昏迷不知道念佛 乃至突然遭遇空难海难 车难地难水难火难 风难等等天灾地变不差之和 不能够念佛而当下去世 不知道能不能够往生 这个是不必要的忧虑 有这样的忧虑 是显示他对淨土中的教证 理证 时证 还没有根本性的认识 阿弥陀经说 比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各无所障外 事故好为阿弥陀 观经说 光明骗照十方世界 念佛众生涉取不捨 善道大师结合这两段经文 而解释说 比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各无所障外 唯观念佛众生涉取不捨 顾名阿弥陀又说 但有尊念阿弥陀佛众生比佛深光上照示人 涉护不捨总不论照涉如集业行者又说 请念阿弥陀佛愿往生者现生即得延年转寿 不遭狗横之难 道卓大师也说 纵使一形造恶 但能系义尊精 常能念佛一切诸障 自然消除定得往生 以上这几段经是理证 说明念佛人现生已经在弥陀光明保护当中 直到临终永不舍离 一大命中就现生迎接往生极乐 即使昏迷也不能障碍阿弥陀佛的来形救度 也知道明白 念佛自然能够消灾免难 逢空化吉 所以念佛人只要信任弥陀救度 平生安心念佛 一切自有弥陀的安排 临终自有弥陀的迎接 不需要怀疑 不需要忧虑 阿弥陀佛说 一切恐惧为作大安 因此知道淨土中是被人安心 被人欢喜 被人满足 被人希望的法门 念佛还有不安 就是还不知淨土中 只要念佛必得往生的示例 古类很多的淨土聖言录 往生传记 念佛感应录之类的书都有记载 念佛人 如果能涉猎有关的教证 理证事证 而心的乌云自然就消散了 信心的光辉是上朗诏 请去看广告第十四点 显临终小念尚旧 何况平生多念 举小涉多 这个下品下生的人 他最多就念了十声佛而已 他如果念了十声也都能够往生 何况我们自从念佛以来 何止十声呢 尤其好似今日 大家念了多少声佛啊 他临终小念都能够往生 何况我们平生多念呢 过去现在未来一直到临终 都念念不舍相计不断 怎能够不往生呢 善道大师说 一发心以后 世不此生无有退转 为以淨土为奇 又说 念念相逐不命为奇者 十积十生八积八生 不过念佛往生 不是以数目多少来决定的 不理念了念多念少 或者不理罪业是心是浅 不理功夫是高是低 不理习念是多是少 不理清淨心还是有无 完全都是靠阿弥陀佛的佛力 愿力 完全都是靠这句名号的 光明威神功德力 使我们念念都是往生的正恩 念念都具备往生的功德之良 因此不论根基上下 罪福大小功夫又无 只要尊念佛明 临命中的时候 佛圣自然不请自来 迎接往生 谢谢大家 说到这里时间也到了 心愿各位 信佛念佛 得生极乐 港道众生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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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论 高射 性费 那帮 lanz 好